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捷克的第二号人物 参议院议长科加洛 在今年的1月20号心脏病发猝死 他的遗孀科威拉还有温度拉 4月27号接受捷克电视台访问的时候披露 科加洛议长在去世前三天出席中国驻捷克大使馆的晚宴当中 被中国驻捷克大使张建敏单独叫去密室会谈 出席之后呢整个人非常的震惊跟惶恐 并且警告他的家人不要吃中国大使馆所提供的食物 那么就在三天之后 科加洛议长在办公室心肌梗塞抢救无效身亡 他的遗孀回忆当时先生的这个心脏病的症状 就是从大使馆回来之后开始发生的 而且呢还出示了一封这个当时中国大使馆所写给科加洛议长的一封恐吓信 认为说这封信是导致他先生猝死的一个关键 目前捷克政府已经开始针对这个恐吓信进行调查 而且新的议长也表示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要还科加洛议长和他的家人一个公道 而且是要捍卫捷克的主权和自由 那么究竟是谁逼死了科加洛议长 这封恐吓信的背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呢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立法院的 外交暨国防委员会的立法委员王定宇委员 来到我们的节目进行分析和解读 王委员欢迎您 中文 大家好 好的我们继续前面的介绍来看下面这封这个爆炸性的证据 就是科加洛议长他在猝死之后 他的遗孀在他的遗物也就是公事包当中 找到两封关键的信件 一封是来自捷克总统办公室 而另一封是来自这个中国大使馆的信函 都是威胁科加洛议长叫他不要去台湾访问的 那么在这个中共大使馆的这封信件当中是特别提到了 如果科加洛议长坚持访台的话 那么捷克大众公司旗下的斯科达汽车制造公司 还有消费金融企业捷信集团都必须要付出代价 那么我们知道王定宇委员这个科加洛议长 他是预定要二月份访台 但是他在一月二十号就心脏病发猝死 那么他在生前是不断的接受到来自捷克总统办公室 还有来自中国大使馆双方的这个恐吓跟威胁 有两封信件是关键的 你怎么看现在陆续出来的这个证据 究竟是谁逼死了科加洛议长呢 方文元 科加洛议长他不只是捷克的第二号人物 在这个国家的排序上 他也是捷克不管是推动民主运动 那捷克的国家的英雄 那对台湾来讲他是我们的好朋友 那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很遗憾 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这样子的生命的隐落 那下一个根本的问题是 他是自然的因为心肌梗塞过世 还是因为外力的威逼 政治有更进一步是不是有外力的介入 导致一个这样子捷克这么重要的政治人物 他付出生命的代价 我必须要说中共威吓威胁科加洛的手法 对我们台湾来讲毫不陌生 我们几乎天生处在这样的环境 以科加洛面对情形就是 以商逼政 以商逼政就是对世界各国来讲 不管你做生意提供服务提供商品 这是一个平等对等的自由的贸易 我提供商品给你获取报酬 这里面并没有谁亏欠谁 但这里面如果加上了国家的特许 或者国家的特权 或者加上税的补贴 它就会扭曲成一个国家计划 或者国家的掌握的资源 提供的favor变个特权 所以当中共习惯于认为 这些都是国家资本 凡是来中国赚钱的 就必须听中共的话 这一个信念是存在在中共政权 甚至于中共透过五毛 他的舆论所发出来的一个态度是这样子 所以他写信 透过驻杰克大使告诉科加洛 如果你不听话 你的企业 Skoda或者是这个Home Credit Group 这两家公司会付出代价 这就很典型的以伤逼阵 那在台湾呢 也有类似的情形 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 台湾面对总统大选的前夕 在台湾的重要企业 包含台硕 包含华硕 包含HTC 这些重要的企业 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期间 被逼的一个一个跳出来 主张一个中国 向当时的选举投下变数 那这一个也是以伤逼阵 所以以伤逼阵的威逼的手法 有的是逼企业表态 有的是间接的逼企业 去跟你支持的政治人物施压 那这一次在捷克是更丑陋的 直接把对方当做自己的小弟 把对方当做自己的附庸 写信告诉他 你不听话就会怎么样 这对一个民主国家 政治人物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屈辱 也是一个对他们这个国家的内政 或者国人很大的威胁 另外呢 中共对于他要影响他国的内政 澳洲叫做瑞实力 你在澳洲就会发现 他透过国家资本的运作 比方说提供研究经费 提供赞助经费 提供特许去帮助某企业 某企业再去影响国内的组织或政治人物 那这时候他就建立了在他国国内的附随的组织 所以你看到在捷克他的总统事实上是亲中国的 他也愿意帮中国转这一个威胁科加陆的信 事实上这是捷克的内政 捷克人民必须要去判断 就是自己国家的元首去转他国的威胁信件 给自己国家的国会的议长 这是不是适当 那这样的情形在台湾的友邦 帛琉也发生过 帛琉决定继续维持台湾的邦交 中国就以观光客为理由 要停止观光客到帛琉去旅游 来威胁帛琉 甚至于让他们的班机减了十分之九 在澳洲 在美国 在各国 你都会发现这两种力量 一个是利用与商逼政 第二个是建立在他国国内的附随的人或组织 利用这样子的人或组织去影响每一个国家的决策 所以你可以想见科加若当时面对这样的压力 一面要担心自己国家这两个重要的商业集团 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商业利益受损 有人民会失业 另外一面 这样子的威胁来自于中国直接 大使代反直接的这样的恐吓 我相信石家罗做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 当时压力是非常之大 那再加上两场参会 一场是跟自己的总统齐曼 一场是到中国大使馆的参会 那一场大使馆的参会 是非常的粗鲁 粗暴 而且不礼貌的 甚至要求随同的这个科加若夫人 也不能够进去 对你要离开 这个很不符合我们一般讲的外交礼节 是这就是我们要请教王委员的 就是您刚刚说您讲的这个以上逼阵 还有干涉他国的这个内政与台湾之间交往之外 其实这个令人最震惊的就是他的遗孀在最近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才曝露出来 就是说当时在您讲的这个参会当中有一段所谓的密室外交 他是把这科加若义长单独叫进这个房间里面去 只有一位这个翻译人员跟他进行了30分钟的这个所谓的密谈 那当中可能就是对他有进行胁迫 那么而且不让他太太进去 那么他的遗孀科维拉是说这个密室交谈之后出来呢 这个议长是非常的这个震怒跟惊恐的一个状态 而且有个关键是说还告诉他的太太不要吃中国大使馆所提供的食物 你怎么看这种密室外交的这种胁迫还有恐怖的手段 去威胁这个国家的这个议长不要和台湾来进行交往呢 黄定英委员 那件事情是发生在在过世前三天72小时前 我个人看到那个过程都认为应该要启动刑事调查 如果发生在台湾或其他国家的话 你可以想象那个情节 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外交的场合 你邀请一个就是驻外的使馆 邀请驻帝国的议长夫妇来所谓的春节的餐会 那就是一个必须要有礼貌 而且是要是一个两国之间的外交餐会 那外交餐会会西班参加 那种种礼节行礼如意 可是这一场餐会反而像是一个鸿门宴 反而是叫柯佳洛来中国大使馆赴会 那赴会呢 餐会反而变成是借口 所以它里面有几个让人家觉得怀疑的地方 第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春节餐会的外交场合 怎么会要求另一半随行的人隔离 让柯佳洛的议长 柯佳洛议长单独跟中国方面密谈 那在密谈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必须要用这种方式把柯佳洛 等于是用正当的理由 诱拐来进行直接口头的威吓 请大家要记得 在这个口头威吓之前 已经有一个信件 通过总统转交给他的 所以这个口头的威吓 在形式上跟内容上 必定强过原来那一封信件 才必须用到这一种 不符合外交礼节的方式来进行 第二个 更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当这个密室会谈之后 柯佳洛情绪上是波动的 是不高兴的 是担忧是紧张的 所以我们如果在一个会谈之后 回过头马上跟自己的妻子 跟自己的另一半 他跟这个柯佳洛夫人说 不要吃中国提供的东西 请大家记得这是一场参会 对柯佳洛来讲 可能是一场鸿门宴 他到现场可能被抓去密会了 可对柯佳洛夫人来讲 他是去参加参会 着着盛庄 陪着议长去参加一个外交参会 议长竟然在这个密室会谈之后 转过头来告诉柯佳洛夫人 不要吃中国提供的食物 那显见柯佳洛义长遭受什么样的恐吓威胁 而这个恐吓威胁是不是已经急于他的家人 否则他为何要警告自己的另一半 我觉得这个部分 这个捷克他们的刑事调查应该要必须进行 因为这个是太不正常了 我们在所有的国际外交场合上 这一个事件 你去询问各国的外交官 都是相当罕见 而且不正常的现象 当然就在捷克内部来想 你可以想象这是一个核弹级的一个政治的一个新闻 那么但是呢 也有人认为说 因为捷克他本来就像你刚刚提到 他总统是亲中的 所以捷克他内部原本就存在着一种 所谓亲中跟亲台两种不同路线之争 那么也有这个捷克的媒体认为说 如果你纯粹只把这个柯佳洛义长 这个心脏病突发的死亡因素 全都归咎给中共大使馆的一封信的话 恐怕也太过牵强 应该认为说就是让他已经安息了 不应该再把他死后还卷入这个所谓捷克两种不同路线的政治动争当中 对于这么大的声音 你怎么的回应跟看法呢 黄金委员 我们尊重捷克的国家发展的策略 每个国家都会根据他们国家的利益 去做内跟外的判断 我们对捷克他在外交上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我们没有权利 我们也不会去提供任何的看法 我们只是在台湾的角度 我们就是跟捷克来交朋友 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说 柯佳洛这个事情 不要政治化 不要扩大 也不要因为单纯的中国的信件 就把柯佳洛的死因规则于中共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要分几个角度 第一个他的遗孀 也就是他的家人正式提供指控 而且是接受媒体的公开访问 我们先不论他是不是一个国会议长的遗孀 对于一个任何一个过世的他的家人提出的指控 我觉得基于民主里面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对每一个个人人命的重视 那我觉得这会都值得去了解这个过程 更何况这里面有这么多的不正常的现象 第二个 柯佳洛是捷克重要的政治人物 那当他们国内对他的死因有所怀疑 而甚至于对他在过世前72小时或数天前遭受这样信件 直接对某一个国家内政的恐吓或者是要求 我想任何国家内部可以分成不同的派别 在内部可以分成不同的走向 但是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容忍另外一国对自己国内的内政的说三道四 甚至于直接插手 我想这个是各国民主国家人民的基本的一个想法 所以对柯佳洛议长的过世 大家除了悲痛以外 现在缺一个真相 也就是什么压力导致他心脏病发 或者所谓的心肌梗塞 而除了压力以外 有没有更进一步不正当的手法 让柯佳洛这个议长在短短的72小时 他郁郁寡欢失去生命 甚至于担忧家人的安全 我觉得这个部分除了柯佳洛夫人需要一个答案以外 我相信在捷克很多民众很多好朋友 他们也需要一个答案 而这个答案未清楚之前 事实上对捷克跟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是一层阴影 所以查清楚不见得是对哪一国好或不好 查清楚 我觉得对一个这么重要的人来讲 真相是人民要求的基本的权利 不管这个人不是台湾人民或捷克人民 相信这个真相 现在捷克政府也在进行调查当中 来调查这个信件背后的一些 要他水落石出的部分 就像我刚提到 这个在捷克政坛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核弹级的一个政治的丑闻 那么你怎么看接下来怎么牵动捷克中国台湾之间的三角关系呢 因为在这个柯佳洛一长的这个悲剧之前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布拉格已经跟台湾递交姐妹事了 这个也是激怒北京的一个导火线 可能就是后来他们为什么会采取这么强烈的手段的因素之一 很多人这么分析你怎么看现在议长之死之后 他牵动整个三角关系会怎么变化呢 尤其在这个调查已经开始展开的时候 本来台湾的外交或者我们对外的关系 我们都应该是单纯台湾跟捷克或台湾跟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 但是这几十年来台湾不管参加国际组织 或者与各国的正常的商务政务的民间的往来 甚至连小朋友的画画的活动都会受到中共的干扰 这是确实具体存在在那里 那以捷克来讲台湾跟捷克 如果你放下中国的因素来看台湾捷克之间的关系 其实很单纯 比方说以布拉格的市长 他曾经在台湾实习 担任医生的时候实习学过医 所以他对台湾有一定的了解 他知道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那当他跟台湾正常的以都市规格 还没有到国家层级 都市规格的交流的时候 中共就插手要求他必须接受中共的规范 就是一个捷克布拉格的市长 必须接受另外一个国家 也就是中国的政治规范 否则他就要付出政治代价 付出商务代价 甚至当时还取消了布拉格一个 我印象是管弦乐团还是合唱团 到中国表演的参访 就是他运用这个手法跟客家路面对的压力 其实是雷同的 甚至用取消一个艺文活动 来惩罚布拉格的市长 而布拉格市长他所做的事情 就是一个城市阶级的交流 所以当时布拉格市长做了一个 他自己做了一个选择 他认为布拉格对外的交流 不应该由他国设定规范跟门槛 所以他就停止跟北京的交流 转而跟台湾的台北建立姐妹市 那由这里也看得出来 中共驻捷克的大使馆 等于在中共的体制里面来看 他是失败而且扣分的 他是焦虑的 他必须回击 他必须要把credit抢回来 所以接续下来 柯家路在去年的10月10号 那台湾的国庆日来到台湾 后来也答应2月份 要带着捷克的商界人士 再度来访台湾 我们可想而知 中共驻捷克大使馆的压力 以及中共外交部承受的压力 所以他们必然会施加 比布拉格市长更高 更严厉 甚至于更不正当的压力 在柯家路议长 或者在捷克的政坛方面 所以这个事情对我们来讲 未来的走向 台湾跟 不管是这一次面对 COVID-19防疫的作为上面 我们台湾提供了 我们能做的部分 不管是医疗器材 或者口罩等等 这个不是因为外交 而是因为我们知道 防疫不可能一个国家单独成功 当台湾行有余力 我们乐于帮助 需要帮助的国家 甚至于某些国家 对台湾不一定友好 何况捷克这个议长也好 或者布拉格市长 跟我们是好朋友 所以当台湾一面提供协助 那我们跟他们进行的交流 也是一个正常 任何国家看 就是一个正常的交流 中共的大动作 证据这个大动作 导致他们议长的过势 再加上他们后来提供 给捷克的医疗器材 口罩的品质不良 这些都影响着捷克国内的情绪 跟捷克内部的一个民众的想法 那外交是内政的延伸 当捷克民众对中共的看法 增加了这些负面的变数 而台湾跟捷克之间 我们的互动越来越深 证据我们在几个月前 我们台湾的机车 Motorcycle 才去布拉格参展 所以我们认为 在未来捷克外交的走向上 我们希望 我们也乐见 台湾跟捷克之间 我们的友谊 能够越来越稳定 那不管这个友谊 是官方的或非官方的 那我们也可预见 中共的干扰的动作 会越来越大 那我们也要提醒 中共当局就是 记着一个童话故事 北风跟太阳的故事 如果处处都要 以这种干预威胁 甚至于利诱的方式 去进行大外宣 或者瑞实力的外交 每一个国家 都会有它的判断力 到最后中共会得不偿失 我们跟捷克的交往 台湾跟捷克交好 不代表捷克必然 就是中国的敌人 大家可以平等地 来发展各自的关系 那中共永远 想不清这一点 也永远要利用 它的经贸实力 军事实力 来威胁任何 跟台湾交流的国家 那我想 一时会有效 长期来看 这世界 不会有很强的事情 我们谈到最后 就是等到这个疫情爆发之后 台湾跟中国 跟整个欧盟的关系 最后请叫 王定宇委员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北京 当然对布拉格 还有欧洲 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包括之前 这个纽约时报 也披露了 最近有一份 这个疫情的报告 欧盟的报告 就是因为 中共又施加了 这个威胁跟压力 让他们调整的用字 很多人认为 这是欧盟的自我审查 来向北京叩头 不过你看到另外一方面 台湾在疫情之后 也做了一些动作 包括对欧盟国家 欧洲国家捐助 这些口罩 但是您怎么看 这个欧洲跟中国之间 好像还是因为 有这个经贸往来 而受了一些限制 您的评估 是接下来 在疫情爆发之后 是不是欧洲 会对于跟中国 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做出一样一个省思 未来是不是会有出现 进一步的变化呢 也请王定宇委员 最后来跟我们做一个 评估跟节目 先说中国的部分 事实上中共过去 这20年来 确实它的经贸成长 它的军事力量 是在成长的 那过去世界各国 包含欧盟这样子的 一个统合的组织 跟它进行交流 进行经贸交流的时候 经贸的利益 外交的利益 甚至军事的合作 会让各国选择 在某些事情上 选择妥协 或者选择配合 但是 今年的2020年 这个COVID-19事件之后 各国的民间 甚至于部分的政坛领袖 开始体会一件事情 也就是 在各国之间 做经贸的往来 军事的交流 是平等的 可是一旦 各国跟中国 做了生意之后 这一个经贸的数字 会变成中国回过头来 进行要求 进行勒索 或者进行恐吓的枷锁 这是中共在世界各国 包含过去你可以看到 它要求各国的航空公司 旅游业者 品牌业者 你必须更改 登载的选择系统 把台湾消失掉 或者直接变成中国的一部分 那个是很典型的 用经贸的利益 去绑住各国的内政 所以美国副总统彭斯 在第一次针对这个事情 发表谈话 在某个字幕 发表谈话的时候 特别提到这一点 这是一个踩到红线 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 可过去 有的国家选择容忍 有的国家向澳洲选择调查 有的国家选择全盘的接受 但是这一次 这一个COVID-19之后 在欧洲的各国 都掀起一个反省的声音 因为有这样的声音 造成那个冲击的火化 更明显 法国的86位国会议员 认为基于人道 基于医疗 基于防疫 台湾应该要有实质参加 世界卫生组织的权利 他刚发表这个联署 中国驻法国大使 竟然公开的发表文书 在社群的平台上 辱骂式的去辱骂 这些法国的国会议员 已经不能想象这个叫外交部了 简直是把各国当作他的内政来做处理 所以这个部分引起的反能是有 但是我们就台湾来讲 我们也会天真到认为 这样子的一个结构会很快速的改变 各国还是要考虑到各国的内部的利益 各国也会去思考他们国家的发展 那他们对中国 毕竟中国是一个大国 是一个大市场 对中国采取的策略 各国软硬不硬 台湾我们不会把我们的 跟各国的发展 寄望在这件事情上面 这个事情应该是 全人类对民主人权的要求下 逐步进步的 而不是为了台湾的外交 至于台湾跟欧洲之间 最近有些好的消息 比方说当台湾行有余力 我们在防疫上提供我们的know how 我们进行交流 我们愿意把我们多的物资 提供给各地的医疗人员的时候 那欧洲的欧盟的执委会的主席 冯德莱恩 他真的是第一次针对台湾发言 那我们也感谢他 针对我们互相协助这件事情 的谈话 那就在我们今天访谈的前三天 荷兰驻台的代表处 他改名字 改成荷兰在台办事处 过去的名称很长 荷兰经贸很长的名称 但他把简化成荷兰在台办事处 这样子的简化 除了凸显台湾2300万人 所被代表的这一个地方以外 也代表了台湾跟荷兰之间 我们的经贸关系 台湾已经成为荷兰的第十 荷兰成为台湾的第十大贸易 伙伴国 那双方在实质的经贸的往来 在这一次防疫上互相的互惠协助 那过去历史上 荷兰人曾经在台湾建立殖民地38年 这些历史的背景 那最后累积出来就是 我们看到荷兰办事处 在台办事处的提升跟改名 当然中共也有抗议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纯属 台湾跟荷兰之间 我们的互相的互动 这是一个我们乐见的进展 那其他各国也有类似的发展 甚至于在波罗的海三小国 我自己个人亲自去到那一个国家的国会 那这一次在跟波罗的海三小国的互动上 我们也得到很大的鼓励 我觉得台湾在这世界上 我们是世界的一份子 不管中共承不承认 台湾2360万人是否存在 我们就真的存在在这里 只要我们在 我们跟各国之间的互动 不管是友谊 或者政治上的关系 它就会产生关系 那一时的压迫 台湾 坦白讲我们是 几十年来已经面对这样的压迫的局势了 但是我们在压迫当中 不管台湾的经济 人权 文化 或者我们的民主的发展 我们引以为好 我们也认为 我们以我们的优点 跟世界各国 我们可以来好好的相处 那我们尊重各国的选择 但是台湾就是台湾 我们在这里 我们希望能够跟各国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 那我们也希望北京当局能够慢慢改变思维 只要它能改变思维 对北京 对中国人民 对印太地区 都是一件好事情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台湾的立法委员 王金伟爷 接受美国之一的访问 感谢王委员 对东西 谢谢大家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 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 从中国分裂出去 按关系要处理 也会牵动国境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发的地位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 它不会强权你 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它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 在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背靠 挑衅中国大陆 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 应该称蔡英文为总统吗 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立 主要是民主 专政两种家庭的背靠 我是凡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一 海峡肉弹 如果说全球防疫 是在打一场战争的话 那么现在口罩就成为了 世界各国最迫切需要的 战略物资了 中国之前曾经向 疫情最严重的意大利 伊朗等国提供口罩 那么现在台湾总统蔡英文 则是表示要以人道考量 提供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总共一千万片的口罩 那么台湾外交部指出 第一波捐赠的口罩 包括了给美国的两百万片 还有给欧洲的七百万片 还有台湾其他的 邦交国一百万片 加起来总共是 一千万片的口罩 那么我们要如何对比 中国和台湾的口罩外交 在疫情之下 台湾和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出现了怎样的变化 究竟谁才是真正的朋友呢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地为您 邀请到台湾驻德国代表 谢志伟大使来到我们交点对话 谢大使欢迎您 谢谢您你好 好的 首先想请教您的就是 这个欧盟执委会的主席 透过这个推特发表声明 感谢台湾捐赠了 五百六十片的口罩给欧盟 你怎么看这个欧盟罕见的 这个透过声明来强调 和台湾之间的合作 有评论指着是欧洲到目前为止 等于说是对台湾的支持 从来没有像此刻如此的强大 你怎么看欧洲这一次的 这个声明的这个表现 还有说是不是有可能 这样的声明可能会刺激到北京呢 谢大使 首先我们先来看 这个昨天欧盟智慧主席 Fontay Lion 他的这一个致谢卡 他最后一句话叫做 Stronger Together Together Stronger 就是说我们如果大家在一起力量 团结力量的大 可以这么讲 那英文平常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 如果我们一起 那没有人 没有什么可以打败我们的 那我们如果从 昨天小英总统 在台湾的纪水会 这样子公开的一个宣布 他在宣布里面呢 他其实有几个概念 第一个呢 这是一个人道考量 第二个呢 这是台湾的一个感恩回馈 第三个呢 这是一个防疫的合作 那么第四个呢 叫做理念相同 我们从这四个点来看的话 不管是感恩回馈 防疫合作 或者是理念相同 这一些基本上在过去啊 都是台湾作为一个 在欧洲只有一个 如果他算国家的话 叫做梵蒂冈 其他的国家 欧盟 你们刚刚特别讲的 欧盟没有一个国家 跟台湾有邦交关系 可是这个没有邦交 它后面还有四个字 它叫做理念相同 理念相同的意思就是 价值一致 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那昨天台湾宣布 要给这个欧盟八个国家 加上这一个 刚退出欧盟的英国 还有没有加入欧盟的瑞士 这十个国家 总共七百万片 七百万片 不是七百万人民币 或者是美金 或者是欧元 七百万片的这个口罩 这件事情来讲的话 其实是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台湾跟欧盟的关系的一个 我认为是一个很正面的 积极的一个展现 那当然像由这一个 职委会主席 他之前是德国的 这个国王部的部长 由他来公开 来这一个感谢台湾的 这个议局 这个算局 这个其实我个人认为 他等于某种程度 把中国试图 在过去这么多年来 几十年来 对台湾在国际上的围剿 对台湾在国际上的 这个封杀 等于 我们还不知道 后面会有什么发展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等于是一个 两个价值理念的团体 或者国家 或者这个群体 在这边 大上线 而这个大上线 与其说是台湾的一举 我认为倒不如是说 台湾在过去这么多年 这是一致的 这是一致的 不管是国民党 或民进党执政 因为是同一批人 台湾在这个民主社会里面 自由世界里面 其实是一直在那里 只是看影不看人 那看影不看人 就知道我们的存在 但是没办法正式上了台面 那么在这一件抗疫 就是武汉病毒这件事情上面 就这么自然的 让第一个 台湾能够根据2003年 这个SARS的痛苦经验 所留下来的一些感受 那这些感受 我们现在把它化成 我们叫做超前准备 那因为有超前准备 所以呢 我们在过了 过了这个 这个一两个月之后 我们 有人讲说是心有余力了 我倒不认为就说 这个叫做心有力 而就是说 过去是心有余力不足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知道台湾是应该要出手 应该要帮忙 但是呢 我们是这个心有余力不足 那现在呢 心有余力有点足了 我们网路上有人这么讲 就是我们现在 还不是一个便当 我们现在是三分之二个便当 每天只能 每顿只三分之二个便当 但是看起来 欧盟这些国家 它不是三分之二个便当 它是三天没吃便当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 人力尽力 一点不矫情 而且是前后一致 因此理念相同 防疫合作 再加上这个感恩回馈 所以我们对这一个 对美国 对这一个 这个欧盟 还有英国瑞士等等 伸出援手 这是一个让人家 真心感受到的 严格来讲 七百五十万并不多 七百万并不多 分到欧盟八个国家 五百六十万 说真的不多 可是这里重点不在说 这个量多少 而在于我们的心意 是跟我们之前的 这一个表现 我们的这一个 一个民主国家的 一个典范 小而美 给这个欧洲国家的 总共这个七百片的 口罩之外呢 台湾也捐赠给了 美国两百万片的口罩 而且是美国国务院 已经发表了正式的声明 感谢台湾 说台湾是真朋友 那我们知道台湾 跟美国之前 是有签署一个 这个防疫伙伴关系的 联合声明 这种美台之间的 防疫合作 有没有可能也成为 现在欧洲 就像您讲 过去欧洲可能 对台湾支持的力度 没有像现在这么大 那有没有可能 这样的一个疫情 和美台之间的 防疫合作模式 可以成为未来 欧洲跟其他 像德国 其他国家 跟台湾进行 防疫合作 所采取的一个模式呢 谢大使 您刚刚讲 美国国务院讲 这个真朋友 这个中文有真跟真 台湾过去 我们讲的 比较现实一点 台湾过去 这真朋友 硬真的真 真朋友 不太容易争得到 我们在真有 不太容易争得到 倒不是说 人家瞧不起我们 而是国际现实 中国的这种 中国的这个 很大 所以很多国家 是有顾忌了 但是我们可以 从这一个 最近两三年来的 整个世界局势的发展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今天台湾所做的事情 跟世界 包括美国 包括欧盟 对我们台湾的回应 某种程度来讲 这个回应 其实不是在回应 台湾这一次 这个这个 益捐 这几百万的 这个口罩 给这些国家 其实在回应了 整个世界 在过去这几年 对于 自由 跟 独裁 或者专制 这两个价值体系 之间 有一个越来越 遮掩不住的 越来越明显的一种 对抗 或者是抗争 这边当然 我当我们讲到 这一个自由世界 或者讲到 这一个 这个这个专制 那专制这一块 基本上第一号的 代表叫做中国 其他我们在里面 其实就不提 所以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一个美国 欧盟 谢谢台湾 看起来是 两个 两 两边 我们是被感谢的 我们是支持 跟做这个善举的 那么接受那一方呢 他们是感谢 这两方 其实从 从我的角度来看 这 不止只有两方 这是一个三角 因为它是有一个 某种程度的一个比较 中国在 在过去 这几个礼拜以来 那它送的才多了 对 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 这个台湾和中国 两方之间的 这个口罩外交的角力 想请教谢大使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它过去给了 这个最危难之际的 这个意大利口罩 还有给伊朗口罩 还有巴基斯坦等 它也是希望 透过这个口罩外交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如果说在打一场防疫战的话 这个口罩是重要的战略物资 它捐了很 应该说运送了很多 提供了很多的口罩 给这些国家希望能够 用这个来 游转它之前 这个病毒制造者的 这个形象 变成 摇身一变 变成这个 全球抗疫的领导者 那么现在台湾 也跟进捐了很多的口罩 给欧洲 美国等地 总共要捐一千片 你怎么看这个两边 在欧洲所进行的 这个口罩外交的角力 如果可以的话 能不能举一些实际的例子 给我们呢 西金这样 我基本上 你不是我们注意到 我前面讲的 我讲是防疫合作 而不是用防疫外交 我们总统也讲防疫合作 我个人认为 基本上是一种 我前面讲 有理念相同 然后一种回馈感 因为台湾过去 一直到现在 在很多不同场合 都有接受过 包括当年的美元 还有这一个 我们在国际场合里面 像德国 法国 英国 他们在很多场合 帮台湾讲话 那是因为这样子 就彼此理念相合以外 有这样的一种 台湾有种感恩回馈的一种 这一种想法 然后在防疫上面 未来一定还有 很多合作的地方 但是我这么讲 也并不意味着 我否认 它合作而产生 外交的一种效果 那以主要来讲 我们台湾是要回馈 那当然造成的这个效果 从这个外交上的 这个反应来讲的话 它的确产生了 这个外交上的正面能量 跟正面效应 那这个时候当然 就是我刚刚前面就讲的 中国在这一个 它是真的口罩外交 理由很简单 因为它所说很多的做法 基本上重点不在口罩 重点在外交 我举一个例子 前几天我想很多人都看到了 那么意大利某一个前 应该是前部长还是谁 他举的例子 我听得非常的深刻 他说中国 因为去年年底年初 中国武汉病毒爆发的时候 包括意大利 包括德国 他们都有送医疗 包括口罩 包括面具 包括防护衣等等 都有送过去 那是完完全全的去支持他们 去支援他们 好 这个意大利怎么说 他说 我们送过去的时候 他们都要求飞机 只能在天黑以后 才降落 这样人民看不到 外面看不到 因为搞到 从这个共产党 中共的角度来看 搞到需要外国来援助 不是厉害的祖国吗 怎么要外国来援助 这很丢脸的事情 从他角度来看 所以只能晚上降落 然后那个意大利人说 结果他们送过来的时候 一定要白天 一定要能够 因为要被拍到 好好拍个照 好好拍个广告 就从这里来看 的确是让人家看破手脚 那其实在 在这个这里所延伸出来的一个问题 很多 现在西方 欧洲很多的观察家 很多的科学家 很多的评论家 当然一方面 中国要送或者卖 这一些医疗用具 包括用品 包括口罩 包括防护衣 防护面罩等等 他们是不会反对 但在这个同时 他们也很心知肚明的 也在看中国整个整体的表现 那这个整体的表现 其实回过头来 大家就问 就是说到底中国做了什么事情 会让欧洲 让美国 让亚洲 去遭遇到这么大的一个 例如说 世纪性的灾难 他们也在问 然后接着就在问 跟WHA 跟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前一阵的谭德赛 秘书长才一直 保瘦公企 还有包括那一位 他们的高级顾问 那一位 Bruce Aiyart 就是说 他们整个的表现 基本上 不是一个专业的表现 也不是一个诚恳的表现 所以在这个上面 那更不要讲 当他们送这一些 这个物资出来以后 后来出现了非常多的 这一个 这个 不良品 这就是我下一个 想要请教 谢大使的问题了 除了刚才提到 这个可能 捐赠口罩 中国这方 可能是更多的 外宣的性质在里面 这个包装的性质 之外呢 现在也就出现了很多 这个好像口罩 跟物资的质量 不合格的一个状况 我们美国之夜 整理了一个图表 主要是包括像 西班牙跟荷兰的卫生部 就现在开始回收 或是退回 一些不合格的口罩 还有这个测试 很重要 这个测试的试剂 快筛的试剂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个国家 就是捷克 他们发现 这个中国提供的 这个快筛试剂 里面有高达80% 是不合格的 你怎么看 这样一个情况 当然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中国外交部说 这种好像挑剔 这个中国的 这个提供 这个救援物资的 这个质量 是不负责任的 这样反而不利于 国际之间的防疫合作 等等 这是中国官方的说法 你怎么看 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谢大使 德文有一个片语 就是说 人家送你一匹马 你就不应该去看人家的马 去检查他的牙齿 因为马的身体状况 从牙齿给看得出来 德文叫做 就是说不要挑 这是没有错 一般来讲 送来 这个理清人意重 更不要讲说 这么大一批 那我们现在就不管 他是买 还是送 这个东西不是让你来吃 你要吃坏了 拉了个肚子就算了 这是性命交关 如果你真的是这么在意 那么你送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当然应该要一个 最基本的 quality的control 不然的话 这个阳性变当成阴性 阴性变成阳性 这造成的这个结果 在防疫上面 会越帮越忙 那尤其这几个国家 他们这么需要 就表示他灾情严重 灾情严重 你还送这样的一个品质的东西 而且他这个比例 是完全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被接受的那一方 觉得难以接受 那一方觉得难以接受 他complain 或者他说 那干脆不要用再用 这个是很正常的反应 中国在这个地方 我是认为 中共政权 对不起 当我讲中国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基本上不是讲人民 而是讲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 因为很多中国 基本上也是跟我们一样 也是被他们 也是被他们 争受其害 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中国他应该 应该要知道 谦虚 或者他应该知道 人家 要同理心 人家 在这种情况之下 当然 没办法接受 你送这样的一个 更何况 更何况 好像也不是全部是送了 有一些是要 而且是炒卖的 根据某些报道 是 另外我们还想讨论的 就是说 事实上 除了在这个捐赠物资 还要进行这个口罩外交之外 事实上 中国他现在想要扭转形象的是 对外输出一种所谓 这个举国体制 还有这个威权体制 治理这个疫情 其实是很有效的 这样的一种观念 那么从欧洲 因为您长期研究这个欧洲历史 从欧洲的历史 和现在中国跟欧洲 几个国家 比较好的这个关系来看 是不是真的有一些 欧洲的国家 会相信所谓这种 举国体制 威权体制 是可以有效控制 现在欧洲的疫情 因为现在的确有很多 欧洲国家 没有办法把疫情做得很好 那我也注意到 这个塞尔维亚这个国家 他就是 他求助的时候 不是先求助他欧洲的邻国 反而是先向中国 觉得这个做得好的 这个全球防疫领导者 来向他来求助 你怎么看 欧洲是不是真的有些国家 会去相信 中国输出的这种威权 能够治理疫情 治理的比较好的 这样的观念呢 谢大使 OK 虽然这个欧洲在1989年 1990年 这个铁幕破除 柏林外墙倒塌 那么基本上整个 欧洲的人文价值 从西欧 中欧 北欧 一直往东欧再扩 那欧盟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些国家里面 不管在它的经济制度 它的政治制度 还有它的历史背景 其实他们一直是用 不同的步调 一直在走 那么看起来 看起来欧盟 现在27 那这一个 这个叫做欧盟 美国要基本上 不论大或小 他们共享同样的利益 同样的权利 那甚至大一点的国家 或者是龙头 那它就多付出一些 经济上的这个资源 给其他的国家 可是这并不意味着 欧盟就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平面 它不是一个平面 它有一些是新加入的 那新加入的大部分 都是从过去的 铁木国家进来 那当然铁木国家 有些是它没有办法 有些是有反省力的 有些反省力有 但是少一点 那你刚刚举的这个塞尔维亚 塞尔维亚还不是欧盟的国家 它现在正在申请当中 那包括另外一个国家 叫做这个匈牙利 最近几天 这个欧盟在德国的媒体 也出现很多次 那德国就在讨论 讨论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说 这一些已经在欧盟里面了 或者要进入欧盟的国家 是不是 我们能够假设 他们在对于 这个自由世界的价值的认知 是跟我们一样的 那用讲的大家都可以讲 可是看实际作为来讲的话 恐怕还有一段时间 从这个1989到 到这个2019 30年的时间 其实感觉上是一个世代 但是从两边 当初铁幕的东边 铁幕的西边 他们在很多价值的认知 跟实践上面 还有很大的落差 那这个落差 一旦受到外面的挑战 或者挑衅 或者挑逗 就见真章 就见真章 所以如果有人讲 譬如说以德国来讲 我们就不要讲 德国基本上算是一个 二次大战以来 已经算是一个 蛮稳定的民主国家 我三不五时 还一直听得到 因为德国柏林 要盖一个机场 一盖13年 中间曾经至早宣布 管我来 我就听到至早宣布的 四次说要举行 启用典礼 但怎么弄 就是弄不好 然后借由中国自己的讲 或者是 这边也有一几天讲 你看中国 如果这个是由中国来盖的话 那么不要说十几年 十三年 那个临头三年 他就盖好 所以的确是在欧洲的内部 也有不同的声音跟意见 你看他现在 是 但是呢 但是 这种事情 你本来就不可以 这个很切命 一切 好像上下都没了 来做这个事情 我们如果来看 这样的一个讨论 就是说 中国他要 向这个西方世界 他现在 宣传成功的抗议 他要跟西方世界讲 就是 就是中国人讲到 厉害了 我都 中国站起来了 不但中国站起来了 而且还可以踩到人 可以踩死人 可以压死人 但是在西方这边 基本上的 这一个 那个核心 那个mainstream的想法 还是说 不能看表面 不能看表面 一个 什么都能可以控制的 一个政权 他要A就是A 他要B就是B 我曾经在德国 我曾经在德国 跟人家讨论的时候 我有碰过 我是有碰过 一个大学教授 他就讲 就是说 也许我们应该思考一下 这个 是不是我们 欧洲人 西欧 他是 他 那个人是英国人 他在 在德国的某个大学教授 他是历史系 他就跟我讲说 我们也许应该思考一下 要把我们西方人的 这个人权 那个 这个这个 迁徙言论 宗教等等自由 要硬要 加在中国人身上 他说 其实我们自己 应该想想看 也许 他们就是不适合 那他们用他们那一套 我们应该尊重 你知道我当时怎么回答 我立刻就讲说 你搞错了 你现在所讲的 欧洲的普世价值 欧洲的民主人权 对不起 三百年前 你们也没有 你也是争取过来的 欧洲 欧洲有这一个 有所谓的启蒙的年代 他还有革命的年代 这一些都不是 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今天忘了 好像 好像欧洲从 从纪元前就开始有 到现在 然后你就讲说 这是欧洲人 就是这样的 所以中国人既然不是这样 因为这是中国人 我说 对这种 对这种 人性 对于自由 对于平等 对于这个 政治制度里面 对于人民 人就监督 政府 这是他的天赋的 人权 倒过来 变成这个政府 政权在监督 监督 或者监视里面 这是不正常的 好的 我们再稍微拉回来 谈一下这个口罩外交 这个台湾跟中国的 这个对比好了 当然这个欧洲历史很重要 我们的确要好好沿读 从历史当中得到教训 那么 但是我们看到台湾 它过去是一直被 中共打压 而且是被世界卫生 组织给排挤在 大门之外的 但这一次 却有办法用一个 亚洲小国的姿态 这个小地区的姿态 能够捐这么多重要的 这个战略物资口罩 给欧美大国 那反观呢 就是中国它这一次呢 不但一开始隐匿疫情 被大家认为这个 有病毒制造的 这个追究的责任 另外现在这个口罩质量 出现问题 也被大家所诟病 你怎么看 这两相对比之下呢 接下来 经此一亿之后 台湾跟中国的这种 在国际上的这个形象也好 或者说国际地位也好 会不会出现一种 180度的翻转呢 您能分析 从过去到现在 台湾所做的前后一致的 这个努力 我们虽然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以外 但是只要对于 只要对于整个全球 譬如说在针对 针对这个反恐 或者是针对这个 这个环保 这次的防疫 这次的防疫 其实台湾是一致的 台湾一直是一致的 那我们从来也没有说牺牲掉 我们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 而去这一个 忽略掉这一点 没有 所以在这个 这个中文叫做水到渠成 就这么一个节骨眼上面 中国的作为 现在慢慢地 我相信在接下来 接下来 疫情越趋严重的情况之下 中国当然会尽量 要去扮演这一个 这个大善人 救赎的角色 可是他在怎么做 黑的不能说成白 白不能说成黑的 有的不能说成没 没不能说成有的 他还会被检验 那他会被检验 其中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当你心术不振的时候 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 向人民 告诉人民 祖国是伟大的 祖国可以去帮助 其他全世界其他的国家 可以打败这些国家 欧洲人不会这么想 台湾人也不会这么想 美国人基本上 也不会这么想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 这个对照之下 台湾是前后一次的表现 那中国在这个地方 也前后一次 它一直是以霸权 跟维稳为先 所以就是为什么 人民对中国 对中共政权以来 从至少从天安门世界以来 以前当然也是一样 到目前为止 可以说谎 我脑袋里现在要浮现的 这个李文亮 这个还有这个 对 还有崔哨哨 还有一个叫陈秋实 李哲华这些人 李文亮已经死了 那那个陈秋实 跟李哲华 他们在哪里 大家也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不过最后 我们还剩最后一点点时间 最后一个问题 很快请教大师 因为我们最近 也发现一个现象 因为我们今天很多讨论 是围绕着这个口罩 那么其实美国 也有这样 现在看到很多视频 其实好像是这个疫情 刚爆发之初 有很多的这个海外团体 在美国搜购口罩 等于是把它全部买光 重要的情况 不晓得在欧洲 是不是也有 这样同样的情况 就看到海外团体 在进行所谓 全面性的搜购这些口罩 而且把它买光了 导致现在欧洲 跟美国国家 美国等国家 没有口罩可以用 这个急需 这个救援物资吃紧的状态 您觉得是不是跟这样子 我们出现的这种现象有关呢 谢大师 很快跟我们谈一下 德国在三个月前 将近三个月前 就已经 你到网路上去订货 到店里去买 就慢慢买不到了 最近这一阵当然更买不到 那前几天就有 有一个德国的 他还是这个口罩的制造商 德国不够 但是他是有 他就讲 他就之前他就曾经 公开呼吁提出警告 德国的口罩 不可以再出口 不可以再 他就点名了 就中国 被中国给包住 那就这点来看的话 的确 中国在这个上面 现在 因为他们不防 结果变成 受制于中国 中国在 严重跟回馈之前 他其实要这样的一个 你不信不虚 你至少要虚心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这个台湾驻德国的代表 谢谢这位大使 跟我们谈了这么多 跟口罩还有口罩外交有关的问题 感谢谢大使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